瞄准俄军进行轰炸 就算进巷弄战 乌军也能击退敌人 在乌克兰宣传片中 俄军几乎被压着打 随着乌军反攻有成 俄罗斯国内掀起 越来越多反战声浪 事实上早从乌俄战车开打 俄国国内反战示威 已经遍地开花 但抗议群众不是被制服 就是被拘捕 反弹是浪费消失一段时间 现在俄罗斯不少政治人物 陆续挑出来 目前至少已经有 70位地方官员和明代联署 要求总统普及下台 俄国明代接受CNN专访 认为现在俄罗斯国内 弥漫不安和愤怒的氛围 让他们不得不站出来 表态弹劾普清 但根据CNN指出 有五位叫高调的明代 已经被起诉 而且遭到罚款 好几百块美金 尽管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不过人在乌兹别克 参加上和峰会的普清 似乎没想认输 继继续拉拢盟友 普清还说爱尔段为了结束战争 帮了很多忙 反而是乌克兰总统 责路司机没有准备好谈判 只不过印度总理莫迪 却在峰会上跟普清说 这个时代不应该有战争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 为乌尔战争表达担忧 看来想在国外寻找同温层的普清 似乎没这么顺利 TVBS新闻做不到